在娱乐圈中 以童心出道的演员还是不少的 这些童心演员在长大后 有的在圈内发展的是越来越好 不管是演技还是长相 都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要说起由童心出道的演员中 谁是最有潜力的 相信在最近几年才活起来的赵金脉 必定是其中之一 赵金脉和其他早早成名的童心演员不同 他虽然在八岁时就出道了 在童年时期也出演了不少作品 可惜都没能打开知名度 就算是有的观众看到他很眼熟 也很难叫出来他的名字 而说起赵金脉在童心时期 最能让观众们印象深刻的角色 那应该就是巴拉拉小魔仙中的林美琪一角了 赵金脉所饰演的这个角色 也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 赵金脉也在凭借林美琪这个角色引发关注后 开始揭拍一些大制作的电视剧 经常出演男女主角女儿的身份 这也让他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而让赵金脉真正活起来的 还得是2019年少年派的播出 才让他开始在网上活起来 在这部剧中 赵金脉饰演的是老戏谷张嘉义和严妮的女儿 他在剧中的精彩表现 丝毫不逊色于两个老戏谷 而且他也成功将高中生的日常生活给演绎了出来 得到了非常多年轻人的共鸣 记得在赵金脉开始活起来后 就有网友调侃他抢走了关小彤国名闺女的称号 赵金脉对此的回应也是非常高情商的 他直言自己是小棉袄 关小彤才是国名闺女 从关小彤手上拿下国名闺女这个称号 你有什么感想吗 真的是来搞事件 国名这个称号吧 头衔太重了 就是现在还没能承担得起 关小彤姐姐就是国名闺女 我是小棉袄 赵金脉在活起来后 他在圈内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多 除了拍戏之外 很多综艺节目也都找上了他 而赵金脉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 也是非常引人关注的 不管是他青春活泼的性格 或是亮丽青春的长相 都是非常圈粉的 特别是在花儿与少年这档节目中 赵金脉的表现更是受到非常多网友的夸赞 特别是他和话题女王杨幂的各种亲密互动 更是让网友们把持不住 比如两人同吃一颗草莓的画面 或者是一起吃棉花糖的画面 都是非常甜蜜有爱的 也正是两人肆无忌惮的亲密举动 让网友们都不禁刻起来两人的CP 而赵金脉和杨幂除了亲密的相处之外 一些网友也发现 当19岁的赵金脉和35岁的杨幂站在一起时 无论是身材还是长相 赵金脉竟是丝毫不逊色于杨幂的 要知道杨幂在娱乐圈中 可是以好身材出名的 很多时候杨幂还因为他的身材太好而上了热搜 所以网友们给杨幂起名大秘密 可不是没有原因的 然而当赵金脉和杨幂站在一起时 却能够发现赵金脉的年龄虽小 可他的身材比例却是非常不错的 身上没有一点坠肉 看起来很是凹凸有致 如果再过几年的话 可能会超越杨幂也说不定 而赵金脉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好身材 可他平时喜欢运动是密切相关的 那么对于赵金脉和杨幂这两位女性 你更喜欢哪一位呢 有一场戏是掉落在那个鱼塘里 但是那个时候我不会游泳 我也挺怕水的 但还是没办法 我说我是演员 然后我就跳下去了 那个时候就真的觉得特别好玩 特别喜欢 可能我爸我妈也没有认真的觉得说 以后就要走演员这条道路吧 可能是长大了之后觉得 有些好的机会来找我 完成的也还行 那就往这条路试一试吧 我觉得不能否认的是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人